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条巨蛇爬行的视频 不过一周后那位艺术家表示 K-pop粉丝们大家好 我想聊最近在网上讨论的话题 S-Pod的MB导演联系了我 我们理解彼此的创作过程 我真心应援这些少女 希望出道取得成功 虽然不知道他们详细谈了什么内容 但双方达成和解是肯定的呀 这事似乎过去了 不过又有一位美国视剧艺术家 批评了人气歌谣里的舞台 是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他说本来挺希望和K-pop歌手一起合作 不过我的作品被抄袭了 但我一点都不想批评S-Pod 因为我理解音乐产业是怎么运作的 这是经济团队应当承担的责任 成员们为此遭到批评 我感到很抱歉 除了这些似乎合理的指控以外 针对成员的恶意攻击越来越严重 前几天 据说一个朋友曝光了Winter 学生时期的照片 很多人都批评他的人品有问题 坐上了孕妇专座 我在韩国生活了几十年了 这个比谁都懂 这些位置人人都能坐 并非有义务让给别人 这些座位设在离门最近的地方 如果你看到了孕妇或者老年人 可以让给他们 这是美德 但不是强制性的 而且在上下班高峰期 整个车厢人们为患 人们都抢着坐 这个时候我从来没看过 这个位置是空着的 让给别人也很少见 所以人们拿这个批评他毫无道理 那个所谓的朋友 还曝光了Winter学生时期的很多照片 还写上了掌龙前的标签 很显然他想抹黑朋友 我觉得很可恶 背后捅到 这是我最讨厌的行为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出卖朋友 如果Winter做出了犯罪性质的行为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这只是恶意的曝光 现在在网上 照片公开后 人们批评Winter整国容 但我也真不理解这样的心态 长得难看就批评长得丑 整心后又批评整国容 我看现在很多国家的 十八线网红都整容了 现在做明星比以往更难了 人们虎视眈眈的盯着明星 动不动就挑刺 ESPA出道仅仅10天 居然出现这么多的争议 SM到底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呢 那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咱们下次再见